因为在我们老家或他老家都有这种说法 嫁出的女儿不能在娘家过年 今年过年不想看见她 我就发朋友圈 我就在网上收了很多女儿不能回家的一些这种说法 发了朋友圈 结果他们就都看见了 他姐把我微信就删掉了 然后也穿着他小姐姐也把我微信删掉了 就跟他发了一条信息 去看看你老婆发了朋友圈 他就看了 他就找我吵架了 他就你这个人自以为是 什么样都要以印尼的标准来 那你不得翻天要怎么怎么样 传到外面去 个个都要说你不可理个性太强 他就觉得我过分吧 至于这个发朋友圈的事情 其实发了两三条 就是说你家族就不能在娘家过年 会怎么样怎么样 影响家人风水家不容易什么的 我心里就很不舒服 我说冯冯 把她的信息删掉吧 我现在立场 家里面该说的也说 你不对的我也觉得应该说 明白 我应该站着我自己的立场 我不想 我要成长 我也是要彻底全面的成长 对对对对 我认为她成长的速度实在太慢 抗争的力量实在是太小 因为你姐姐通过就是我发了这个朋友圈 她姐姐打电话给她堂弟 叫堂弟来骂她 说我们过分了 打电话给父母 叫父母来管教我们 明白 你可能是你是觉得她是有这个意识了 但是相比于姐姐们的那个压力来 所以她要求我嘛 小家庭你做主 大家庭我做主 你大家庭你能做主吗 问题是 没有很明确的改变 她还是一路既往的 维持原有的处理这种问题的方式方法 关键的问题是在于我们两个人 以前的事情我就说让到过去 我希望了以后的事情 我作为一个男人 因为我知道 其实我承受了很多很多的痛 我什么苦都吃过 什么承受 现在就是说我 就是说我自己 没有自我的去为对方对方付出 结果我落到这个还是这个重办经理 大家都对我有意见 所以在她这边看来 你是听父母的 对 在父母那边姐姐们那边看来 我听她的 显然熊先生也在抗争 在妻子与家人对抗的硝烟中 他清醒地认识到 如果自己不强大 事情将变得越来越糟 但是妻子和姐姐会因为她而退出战争吗 带着疑问 观察员五月主动联系了熊家大姐 我想问一下大姐 你知不知道弟弟弟系他们在闹矛盾来 知道啊 发朋友间 说女儿在娘家过年 会搞得娘家家祸人亡 什么这些之类的 但凡是有一点点眼力的人 都知道是在说我 因为我这个大姐是在外面生活的 初几年过年都是我们回家去 过年跟老人家一起乐乐闹闹 是吧 因为现在新社会嘛 也不讲究那么多 是不是 为什么头两年我回家过年 她不发表意见 因为连这个房子是她装修的了 她就自论是她的 她就永远不合 残杀客流地讲我 那么外家的女儿在娘家过年不好 她没有生儿子 也怪我们 她老夫的身体不好 也是说我们在娘家过了年 你也两个女儿 那不是你老了以后 你就不整你的女儿 你去在你家过年吗 你评价一下弟弟 他一直在大家庭里面的 做事方式是怎样的 弟弟的性格就是心太软了 知道吧 有时候一点小事 他会觉得很烦很无助 弟弟说他是一直都是很听 父母和姐姐的话的 是这样的吗 对 他自信我的话 弟弟啊 会有时候觉得 姐姐可能有时候过多的 会干涉他们小家庭的一些事物 包括一些经济上 没有的是 除了装修房子这个事情 是我提出来的以外 我从来不干预他们小家庭的 从看他那朋友迁徙 我就觉得心一样 我对这个家库的不少 他就不会去想 父亲从生病 爸爸小小的事情 都是我在操心 你反过来说 我做了你们小家庭的什么事 我觉得女人 再苦 不能去外面做这些事 去负责之类的事情 上亏一父 下亏一儿 连一个富人最基本的道德 你都没有 你现在富分 你有什么资格 还在这个家里制造事端 他还在制造我们大家 你那种矛盾 他跟我父母也讨不讲 他现在在我们家 还有这种想法 他是那家的女主人 父母的钱应该去擦掌 你愿不愿有这样一个机会 大家能够坐下来 平心静气地好好谈一谈 然后化解掉这些成见 或者是误会 他们离婚以后 说实在的话 我就看这两个小孩的症状 我也教过这个女人 我说你自己做错了事情 你就提掉一点 是吧 有什么事情你也可以跟我讲 你首先自己要想办法 怎么样融入我这个家 姐姐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这样 平心静气地沟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 对吧 那肯定是希望的 好 咱们来共同努力 好吗 好 谢谢啊 大姐 谢谢 听得出来 熊家大姐的强势性格和熊女士 有了一拼 她对这个弟媳妇也有很多不满 但是为了弟弟 她还是希望弟媳妇能够融入大家庭 而熊女士却认为 想要小家庭和大家庭都和睦 关键还是要看丈夫是否能摆正位置 是否有坚定维护小家庭利益的态度 你必须要有这种态度 如果说以前没有做到 那如果以后还做不到 那这日子也没法过 对于他们之间的矛盾 调解员胡建云指出 从一开始 熊女士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欠妥当 公公讲那个话在外面说 在你这里不是事实 你不开心 你爆发出来 他们又会怎么想呢 老人家说这个话是挣个面子 但是到你这里 看破 说破 点破 闹破 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有一个印象了 这个媳妇 情伤不高 房子那个事情 姐姐们会觉得 我弟弟很老实 我发心很好 他们会认为 按理来讲 这应该是顺理成长的 因为这个家 能拿出钱来的希望 就在弟弟身上 他们并不是说 一定要欺压弟弟 但有些时候 他们会认为 弟弟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哪怕你们吃亏 但是媳妇不管这些 他们觉得很失望 因为这个大家庭 自从你结婚之后 这个大家庭原来的 那些感觉没了 姐姐们的注意力 都是放在大家庭 她这边的注意力 放在哪里 自己的感受 熊女士得了这个病 那个病的时候 还要拉扯到孩子的时候 她在这个家 恰恰没有受到关系 尤其是没有得到 你当丈夫的关系 这会加重她的孤独感 加重她在这个家 被忽略 被欺负 这么一个感觉 最后又出了 那个情感外移的事情 恰恰验证了 你看这个媳妇 心里并不看重我们弟弟 也就不看重我们家 后面你又回来了 从姐姐们的逻辑上 她就会想 你看李亏吧 造成深深的误会 每一个人都觉得 自己是受害者 你们俩从来都没有站在一条线上 来抑制对外 熊先生 姐姐们也好 亲朋好友也好 他们只关注 你在这个小家庭里面 有没有吃亏 他们完全是通过 你们俩的冲突 才产生 对熊女士的讨厌的 如果你们俩是一个声音 不管对还是错 你就会发现 你们俩之间的伤害 会减小到最上 然后你们跟大家庭的摩擦 会慢慢变少